好 下面我给大家讲解一下 如何快速地穿上战斗服 脱下运动鞋 直接把双脚插到防护靴内 拉起裤带 在黄厂里面会有大量的浓烟 让我们的视线受阻 我们队员之间呢 为了防止走失 会选择用绳索套在腰带上 把大家连成一串 突出情况的时候会选择 直接用手扣着腰带 或者是扣住队员的肩带 来 南初 扣住我的肩带 扣住我的肩带 南初 扣住我的肩带 南初 认真点啊 这儿很重要 林村长 你身为现身防员 你在火场营救的时候 如果我抓住你的肩带 那下一步 你是不是应该抱住我 我们在现场 救援意识清醒的人的时候 会选择让大家传承一串 大家像这样一路往前走 避免走散 明白吗 你们自己互相试一下 是不是想拉林村长找CP啊 但好像运气没那么好 我才没有 撑好了吗 你之前不是问我消防员怎么克服恐惧吗 我今天告诉你啊 没有人能真正地克服恐惧 多少都会有一点 我也一样 该怕的时候也会怕 我之前出过一任务 可能是附近在床上抽烟 把床点着了 门也被堵住了 那个小孩跑不出去 我到现场的时候 烧得已经 没人样了 那会儿要恐惧嘛 不能恐惧 因为你不能犹豫 一犹豫的话 可能失去的就是一条人命 没关系 人都会怕 怕的时候在心里 大喊一声 给自己打道气 大喊一声 对 我自己的办法 你看看好不好用 走吧 蒋哥 在心里大喊 你怎么还紧张上了 你家没见你这人过 这下一个转核点 方便 我方便走人 等候 救人 快走 快走 好 可以可以可以 真厉害 我必须给你们点赞 你们这比上次更熟练了 平时没白练着训练 对 你看那现在呢 未经训练